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欢迎大家收看《科学新知》 今天礼拜相当多的新闻 最新的消息在台湾那边也发生了很多事情 除了地震之外 在前几天应该是发生了食物中毒 看英文我发觉 我连读这个字我都发觉有问题 这个是什么exit来的? 我想是跟那些马拉印尼文 他们那些有关 因为当初发现这种食物中毒的毒素的故事 是由荷兰人 在印尼看到的那个事件开始记录 然后命名的 所以现在应该留下来的这个名字 是跟当时的历史有关的 我没有做过这个历史考据 我只知道这个是食物中毒 不过你说一遍我看到原来 星马素食美食 那应该就是东南亚的事情 是的 其实就 食物中毒本来你说 没什么太特别的事情可以说的 但是呢 因为这次这个食物中毒 它那个毒素很厉害 很短时间已经有人死了 而且也使得台北那边官方总动员 来去查这件事 在这个食物的那个考证 就是那个毒素的考证那里 究竟这些毒素究竟是什么东西 背后有什么故事啊 还有就是它的病征啊 还有没有得医啊 还有最重要是怎么预防啊 其实有些教训可以看得到的 我刚刚看一看原来这个真是有维基百科 米酵菌酸 那源自在哪里呢 印尼当地的食物 一个敌发 不知道是什么 是一种发酵的椰漿制品 就是一个椰漿已经可以搞得这么厉害 1975年的时候 印尼都试过 那接着呢 现在是台湾了 那你由头到尾 你讲一讲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呢 那如果大家就这样看新闻都大约知道 台湾那里了 那就是在三月底的时候 就有人在那个保林茶室 就是基本上出事那帮人 都是吃了炒果条 其实就用我们话说就炒贵鸟 那他就这么说了 在台湾你吃东南亚食品就没有细分那么重要 有时候你在香港也是的 你在东南亚食泰国菜就泰国菜 印尼菜就印尼菜 然后马拉亚就马拉亚 而且很多时候就是有猪肉没猪肉就分得很清楚 因为宗教信仰问题 是不是 而且只和不只也都需要分得清楚 那现在台湾这间保林茶室 它就专是卖一些马拉风味的齋菜 那它做的那些这样的炒米粉 用很多东南亚的成份 应该如果那种所谓的炒贵鸟里面 可能都会落到一些椰漿的成份 或者一些马来的醬油膏 还有贵鸟 贵鸟在我们的理解就用广东人理解就可憤了 但是仔细一点来看就是 如果你说潮州福建人就叫果条 或者如果去到越南那种贵鸟 其实贵鸟和果条其实是同一种字 不过你用不同话来说而已 这种食用 用米来整成的一些粉条这种文化 其实你发觉就是横跨了整个东南亚 由这个泰国、马拉、柬埔寨、越南 一直去到这个华南地方 一直都有 OK 那现在就发觉有相当多的一帮台北市民 在短短的那几天之内 就是吃了个炒贵鸟 跟着就不止 其中两个就要死了 那其实这件事就都挺恐怖的 就是有人 有个其中一个还是40岁的 那就是来这里吃炒贵粉 吃死了 跟着另外有一位又是六十多岁的 又是吃了个炒贵粉 跟着在这个医院那里就 就是有几天跟着死了 那现在就是 最初是验不出不知什么事 只是知道炒贵鸟 那很多人都吃了炒贵鸟 那其实未厌之前 已经有台湾的卫生部门那些人说了 严重的怀疑就是这种叫米酵菌酸的毒素 就是可以出来的症状那么严重 而在整件事 由我们上个星期做完节目到现在 我们这个星期未开始 就是这个节目未出现的时候 就已经在台北那边的卫生部门 已经化验了 就在那个病者和死者身上 就找到米酵菌酸 那基本上就知道他们那个中毒致死的原因 就是来自米酵菌酸 而很容易就是说呢 根据那个历史记载就是来自那个食物中毒 那由于他们个个都有吃了那个炒贵鸟 那基本上就定了呢 应该就是那个炒贵鸟里面呢 有这个毒素 而也都根据于暂时所知的消息来说呢 反而在那里找到的 就是在现场里建了那批这样的贵鸟呢 就驗不出 但是呢 又在那个厨房的环境证据 甚至乎在那个厨师 他那个手 就是那个手 他虽然洗过手 但是在那个手那个这样的物质残留那里呢 也都驗到这个米酵菌酸 那现在看到就是说 当时应该就是说 令到那批人吃了中毒的那批这样的贵鸟呢 就用光了 新的那批呢 就还没有出这种毒素出来 但是呢 就照计现在就 就是根据那个环境证供似乎合理了 就是在那个现场那里都找到 这些这样的米酵菌酸的残余 包括那个厨师的手 他触碰过这些食材 差在那样东西是不是贵鸟 还是可能是其他的配料不知道 但是应该就是由 就是可以证实到就是由 这个保林茶室的厨房环境 就是出了这种毒素出来 然后就令到这些人中毒 现在大约的那个鑑症就是这样 但是为什么这种菌那么毒呢 那么这里又要追究回到这种东西 其实这类的背后就是那个微生物学是什么 这个米酵菌酸本身是一种毒素 你听过它的名字是一种酸 但是这种毒素呢 它是由一个微生物过程拗出来的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 有时候说那些东西发了毛 摆耐了 你不要以为撕走了它 还有煮熟了它就没事了 因为有些东西你摆坏了之后 那种毒的菌可以煮走了 但是由那种毒菌 产生出来的那些新陳代謝物 那些毒素呢 是煮不烂煮不走的 那米酵菌酸就是这样的东西 就是一些已经产生出来的毒素煮不走的东西 那它原本产生的那种菌呢 就是一些叫唐昌蒲伯克士菌 这个名字就大约听了就算了 那其实就是都是在 专业附生在那些粟米的食物 或者是一些譬如说椰漿那里 是特别容易见得到 反而你说米粉呢 就有但是相对少一点 那其实就要好视乎本身 你那个食物本身呢 它除了是有淀粉之外 是不是也是一些非常油量丰富的东西 那我们知道粟米可以炸得出粟米油的 我们也知道椰子也可以炸出椰子油的 但是譬如说 米如果就这样白米 尤其是做做米粉的话 米自己本身含油的成分就不是很多的 所以本身你说真真正正的 米可以炸得出这些这样的菌 和炸得出这些毒素呢 相对的机率比较低 但是不是不可以 但是都照样做到 暂时不知道第一源头 是不是真的来自那堆这样的贵雕了 但是也有其他可能性 因为你如果东南亚食品里面有一些食材 它是用到那些粟米漿或者粟粉 或者尤其是椰漿 吐过的话就很容易就出了这件事 所以为什么呢 就是当初发现 记录到这种这样的食物中毒和毒素呢 是由印尼那里的 这里可以提一下印尼本身的故事 其实当初也有传就是说 这种这样的 在印尼发现这种毒素呢 其实都是跟那个 由中国下去的移民有关 它带了一些食物处理的方法 下去令到出事 详细这一件事呢 我自己不熟悉的那种 印尼饮食文化我不敢胡说 它里面说到有一种 整一种食物的制作方法就是什么呢 它就是需要用那些 已经是将那些椰子 刮了那些椰子肉出来 把它炸完油之后 剩下的那些椰渣 那些椰子肉的炸 炸完油的那些就不要浪费 就拿去再把它发酵 发酵的时候呢 连黄豆一起发酵 做了出来的那样东西 就是一种 你可以想象到就是 里面的蛋白质含量很丰富 因为是黄豆的嘛 再加上呢 有些少少发过酵的过程 有人就觉得是 就是发过酵的东西就好吃了 譬如日本有吃纳豆的文化 是不是 都是一些已经发过酵的豆 就算你说 中国人做酵料 OK 也都有很多 将这些豆类发酵的过程 另外就是 将奶类发酵的东西 做牛乳这些东西 就是一样的原理 当然更加不用说 就是在外国来说 它将牛奶发酵 变成芝士娱乐那些东西 其实这种发酵的过程就是 很传统流下来的一种做食物的文化 下来 在这个印尼那里 其中流行就是将这些椰子的椰肉 连着这些黄豆一起发酵 做出来的一种食品 成本很便宜 可以放很久 和蛋白质含量丰富 所以就是在印尼比较早期的时候 当时还在说 荷兰人还在占领印尼的时候 都已经发觉 很多人是自己会做这些东西来吃 做完之后 包得漂亮一漂亮的 找一块的芭蕉叶 包得漂亮去切做一件一件 你看到那些印尼点心 就是印尼很多种点心 有些都做得挺精致的 那是其中一种 所以那种叫做 黄豆加爷将发酵的这种饼 后来发觉就是 就是吃死了很多人 而且出来的病症就是 吃的量不用很多 但是总之一次过一吃 就可以一次过死成十多二十人了 就是总之一起吃就会死的 那这个就是来自印尼的例子 就是由荷兰那里去记录了下来 而在早十多年前 另外一件就发生在中国大陆的 那原来就是怎样呢? 在那个满族里面 其中一种饮食的文化里面 他们是会将粟米 是将一条粟米 就这样浸在水里 浸它十日八日 就是你将它浸淋 似乎有点 又是发酵的状态 要浸到它酸了 就将那些粟米粒 就剥下来之后 就将那些已经发酵的粟米 就磨成面条 那种面条煮了出来 再加一些配料 吃出来 就有那种香料的香之余 还是酸酸的 其实有些人会喜欢喝酸奶 那个道理是一样的 那他就做一些酸的粟米面条 那他就有个名字叫酸汤子 那你都知道了 如果用粟米发酵 如果这么巧 那堆这样的东西 是有那种唐窗蒲白黑氏 这种菌 下去之后 就会勾出这种米酵菌酸出来 但是一般来说 以前的人不知道 哪种菌下去 我怎么知道 但是如果不幸 一有那种菌 就出到这种米酵菌酸毒素 整个东西就吃死人了 那在讲2010年 在中国大陆的例子里面 是专是为一帮老人家去何寿 去做一个酸汤子的时候 就年轻人有些不喜欢吃 就避过一劫 但是有八、九个老人家吃了之后 全部都死了 最后就是因为这种毒素 也都是因为这种例子里面 就令到这种米酵菌酸 成为一个病症明显 但是也毒性很高 杀人很严重的教训 很深远的一个毒素 很不幸这次就竟然发生在台湾那里了 但是它令到人死的原因是什么 那它的米酵菌酸呢 它就是专是叫做粒线体杀手 那它就会 我们知道粒线体就是在人的生物细胞里面的发电机 你把发电机拿走了 整个细胞就不运作了 就是那种就是说 那细胞突然之间没有了功能 没有了功能之余就是去坏死 它做一般的呼吸的作用都不行 就是硬要你整个 就是有点像 就是怎么说呢 它因为吃了下去的人 就是那种毒素最差的是 你人体是靠肝来慢慢帮你去分解 但是肝慢慢帮你分解 就像它一样是袭击了肝的 而且就是分解不了 是全身游走 去到腎的时候就袭击了腎 就令到器官衰竭的 那就是说它遇到任何的细胞 就会令到细胞没有了功能 而且在人身体上面能够代謝的速度是很慢的 那半衰期是在讲102个小时的 就是你如果是 你如果吃了很多的话呢 你什么时候才解得到呢 你真的把你的身体捱得过 是没有解药的 那一刻才是惨的 就是在一种这样的过程里面 你要捱得过身体 那个器官不衰竭 又靠身体自己慢慢代謝了它 而同时它继续破坏了你身体功能的时候 令到这个毒素就非常的难搞 只能够说就是 它是一种叫做细胞里面 细胞运作过程的那种粒线体杀手 就是本身它是一种 有人也很有趣的 就用一个演化的角度来说 它其实是一个天窄的机制去阻止 其它东西去令到这个 譬如椰子去变坏的 但是它结果就是其中一个反应就是 就是它叫椰子是拿来 就是它产生的这种毒素 原来可以帮它抵抗到 那些发毛的过程是产生的 因为它连那种其它菌类的生长都可以排斥 有一些細菌 就是那些真菌 不是細菌 那些真菌如果它是想在上面繁殖的时候 它那个粒线体的那个身陈代謝过程 一样会被这些米酵菌酸去制止到的 所以其实有的这种东西多多少令到它可以抗产菌多些 但是另外一样东西就是它本身自己都是有毒的 所以就这样东西你说大自然那个演化出来的功能 就令到它有了这样的东西 但是这样就很不幸 而这样东西也是可以杀人杀得很厉害的 你不说我不知道原来这件事有这么多历史了 但是最后想问 我们平时吃不会说有了这种菌 我们以后不吃这样的东西 其实我们怎么知道那样东西有毒呢? 其实纯粹就是靠预防的 就很多等于我们呢 就是防止平时食物中毒的方法 那你的东西不要摆那么久 还有有点小微小眼的东西要注意 有人就说那些东西没放到 不要那么快摆进冰箱里住 原来这件事就是说呢 不是那么准确的 你就当然你不要说滚到大滚到还起来 你还没有水气的时候就摆进冰箱里 原来就是说你低到65度左右 你已经可以摆冰箱里了 你就不需要等到 哇 还有30-40度 先摆到室温 因为呢 这些这样的 那些刚才说的什么唐昌蒲白黑氏菌那些东西 去到30多度就很活跃的了 所以你最好就是令到它呢 由60多50多度就尽快跌到下去 就是冰箱的那个四度 令到中间停留在30多度的时间 有那么短的那么短就最好 另外有些比如说呢 你浸那些雪耳和木耳呢 不要浸过夜就是这个意思 因为也是很容易在浸过夜的雪耳和木耳那里 就会是勾出来的 或者如果你浸 你要浸久的 那你最好就放在冰箱里浸 就不要就这样放在一个室温那里 或者在一个要热的地方那里浸 还有就是如果你已经浸了过夜那些木耳雪耳这样浸了过夜 你宁愿倒了去不要摇 就是因为那只 你不会闻得出和吃得出的 这只这样的东西 无色无味的 一种了就拜拜 所以严重就会这样 其实很多蛇体彩素了 究竟会不会已经有那只叫唐昌蒲白黑氏菌下去 有的它就会产生米酵菌酸 但是如果没有这种菌在周围的时候就没事了 所以这些东西大家就不要乱拼了 但是你出去吃你不知道的嘛 是啊 你自己控制到而已 你出去吃你不知道它有没有浸过隔夜 是啊 就是这次那个保林茶室就是它处理食物过程那里 能够吐得出这种菌是需要有几个可能性的 而且也都真的处理 你平时那些食物处理不那么失当 你不会吐得出这种菌出来的 所以这里可以说 那个保林茶室自己就责任难逃 在这件事上面 好了 我们第一节在这里结束 我们下一节再回来 神秘的事第一节 2022神秘的事跟大家见面了 今天会跟大家讲些什么呢 就是那一宗在飞机上发生的古怪事 话说呢 在几个月之前 就在一架美国的内陆机 突然间有个女人 站起来大炒大赖 说要下机 到底是发生什么事呢 这个女人就说 坐在他旁边的人不是人类 大家不下机 乘机人都会死 有很多网民在这里说 其实女人可能是没有说大话的 就是说 坐在他旁边的一个 是一个叫Shakeshifter 的东西 那几图你怎么看呢 这东西其实都不算新的了 以前我们向神秘的事都有提过的鹅兽 什么是鹅兽呢 鹅兽就是可以变成人形的神兽之一 为什么今天神秘的事会讲这个题材呢 其实你想想 如果Shakeshifter是真的话 就会不会我们身边的人 其实未必是那个人来的呢 其实是Shakeshifter 去模拟那个样子的人呢 但换句话来说 可能有一天观众在看的 就并不是我和几图在做节目 而有两个人扮演我们在做节目 但如果是这样就很糟糕了 有机会那些人就去追究假的节目 就不记得你追究我们的节目 那关键是 如果观众看完之后在YouTube上面 他们订回一个订阅键 那问题就解决了 没错了 其实我和几图就真的没有夹过 但正正就是我想讲的东西 其实呢 就有人扮演我们两个 不重要的 最重要是用YouTube平台 看我们的节目的观众 就记得订阅我们的频道 和钟仔按一下 我们有新的节目就会有通知 好了 今天神秘的东西就是这样 之后就有神秘之夜了 并不是真的我和台长 不是我和台长 我和几图 不会让台长 才询